国中升高中 这个会考制度呢 全台共分为15个考区 那我们的计分制度却不同 我们有7级分制 5级分制 3级分制 然后还有各种不同的比序方法 所以15个考区 同一份考题 有10种以上的计分方式 那这已经造成一个非常混乱的现象 那不知道是否在您 如果有当选总统之后呢 教育部是不是应该对于会考制度 不合时宜这个部分 以及各考区 公立高中资源分布不均 未来执政之后 这个问题不知道您想可以怎么解决 谢谢 这位家长 我先问你一个题目 如果 我们全部全国全台湾 都比照7级制 然后5735 然后政府公布每一个限制考西的百分比 你同意吗 我老实讲 我是当官当了一阵子 我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查过那个数字 台北市考西的是11% 所以老实讲 我也知道为什么他后来故意搞成这个样子 就是让大家不能比较 所以我每次讲说 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地步 我们我们有没有办法诚实的开始面对问题 就是说 台湾的这种学历 学历的学生的力量 学历 在不同的地区有很大的城墙差距 我们要不要面对这个问题 如果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特级行政长官能不能咬牙撑住 然后说好 这个是问题 我们想办法怎么解决 其实我想过 除非用网络加AI 才能够迅速迷评 迷评那个城墙差距 不然是没办法 所以我直接回答你的题目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吗 因为大家不敢面对问题 那你问我 如果你是你当总统也会怎样 我觉得我们敢的面对问题 然后再跟大家讲说 抱歉 我们现在的确整个城墙差距太大 那我们现在看我们要怎么解决 主席想先请问一下 昨天在五九教育团体 开放这个教育座塔会的时候 那么赖正宜临时通知 没有派人参加 那让主办单位非常的错愕 那不过在公共电视上传的影片 是完全没有被消失 主席会觉得被不公平对待吗 目前台湾的媒体的现况就是这样 其实上来媒体本来是国家的第四权 它要能够有效的监督 那 我现在都是这样 现在我发现都是执政党监督在野党 所以没办法 我就希望说 其实这个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 就是我们的 其实大概慢慢的他们要偏演化客战者 第一步是把各个新闻全部都删掉 让它出现 那 如果是私人的媒体 我还想说这个老板 跟那个候选人有特殊关系 就算了 今天最大的问题是 公共电视是国家的 所以应该这样 好啦 反正这个是目前我们台湾的现况 那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去改革它 这个就是我们要改革的对象 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媒体 感觉是想要用一种边缘化的策略 这部分你到底要怎么来跟他们应战 第一点 如果每天问 他都不回答 那第一 讯虚 第二 不敢回答 第三 最后引起人民心中的疑问 就是说奇怪 他为什么不敢回答这些问题 所以是这样 如果问一天不回答可以 问两天三天四天不回答 就表示你对这个问题是心虚的 其实我带三地提问一下他们最新民调 说赖萧佩34.7 侯康28.8 说你们还是21.2 依旧是老三 你怎么看得没有这样 那 这一样嘛 民调要投票那天高才有用 平常在什么高都没有用 所以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也非常清楚 我们的隐姓支持也相当多了 所以结论是这样 这个义无反顾拼一次 这一定要在2024 翻转台湾的历史 主席今天想问一下 因为你要来冲刺选情嘛 那要回归你最拿手的空战 那你现在自制的节目KTTV 今天也要上线 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说 这内容进行的形式大概是怎么样 第一点在台湾历史上 从来没有说 用这种 这种直播 连续性的直播 来做一个选战的方法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很简单呢 我晚上回家 打开那个选台器我都不敢看 其实每一台都在骂柯文哲 天哪 你说一台骂就算了 每一台 那黄珊珊说他要去买广告 人家现在电视台连广告都不卖我们 他不只是把那个新闻封杀 坦白讲我今天还我看刚才算了一下有18支卡米拉 不过你们拍回去还是只有讲我坏话的会留下来 好的还是出不来 那这怎么办 只要靠自己怎么办 只要弄一个KPTV 我们只要建立自己的频道 至于内容是这样 当然是这样 要维持一个 我们一开始人也没有很多 好不容易租的器材 他说一个月一万块租给我们 一天一万块租给我们 今天这临时要找什么导播人才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很多是委外 那原则上是一开始是先做八个钟头 大概八个钟头 慢慢的慢慢的 再来 要手再慢慢延长那个时间 大概策略是这样 你说为什么要设这个 传统媒体全部被轟杀了 我还问他说一定要买新闻吗 他说坏新闻是不用 我说那算了算了 我觉得这样我们活在世界上 不要一开始就把 别人先化作敌人 我的人生哲学你知道 每一个人都可以骗我一次 因为我都假设你是好人 直到你骗了我在之后你是坏人 人家说你这种态度不行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我们对人家好人家是不是一定对我们好 答案是不一定 但是99.5%的事 所以你不要一开始就把敌人 把别人当作敌人 这样你反而失掉很多机会 这是外人生哲学 我跟你讲当医生 你觉得你对病人很好 你就不会被告 我跟你还是有可能 难道因为这样你后来就分事技术吗 不需要 因为我看过很多的学生 刚毕业的时候 大家都充满了爱心 我跟他讲说 从此分事技术 我跟他讲说 也不需要这样 我们对人家好 人家是一定对我们好 答案是不一定 但是99.5%的事 我告诉你一个故事 这真是一个故事 2019年台湾民众党成立 全神胡选 第一次要进军国会 有一次我去胡逸 那个廟宫 你知道我们选举 我的方法很简单 就站在那里照相 去胡逸有一个庙前面在照相 那个庙的主委跑出来指挥交通 我们这样跑前跑后 那人家说 这是民进董 是这个区的 是民进董什么主委 我说奇怪 我们这样叫他竞争 跑前跑后在帮忙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儿子心脏医治在台大院开刀 被我照顾过 你想看 如果是你儿子的组织医师来的 他跟你不同党你会怎样 你也是去跟他 招呼 所以还是那一句话 我们对人家好 人家是不是一定对我们好 答案是不一定 但是 不要为了0.5%放弃99.5% 尽量对人比较好的 好谢谢大家